刚刚我们看到动保团体批评认为放生有的时候造成更多生命的死亡 甚至会对生态造成严重的冲击 不过主管单位的林务局却坦诚 如果放生的动物不是保育类的话 根本是无法可管 十台卡车再满的都是要让性众消灾解饿的鱼苗 动保团体口中的超级放生组织是海涛生命基金会 估算一年至少要放掉1850万尾鱼苗 被动保团体批评是一忙引重忙镶嵌入火坑在破坏生态 但生命基金会无愿回应 我们学会一直都是秉持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这个部分我们不便发表任何意见 其实华人爱放生的行为也在国外造成生态冲击 像这种只有铜板大小的黑鱼长大后有六七十公分长 还长出历齿攻击性相当惊人 已经在美东造成危害 引起美国联邦政府的重视 它还会吃一些小型的一些哺乳动物 然后甚至是小型的鸟类 那在美国那边已经发生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 问题是除非放生的动物是保育类 不然放生其他鸟类鱼类昆虫几乎无法可管 放生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个很明确的法令来管 目前的确是没有一个专法来管 现中拍打龙子希望释放龙中鸟可以求福报消业障 只不过从野外被抓来又关进龙子里的野鸟 早已飞不动也奄奄一袭 林物局呼吁放生很可能会造成野生动物被捕捉 有可能引进外来种 恐怕会对生态造成无法估算的伤害 记者邻近门刘翰林台北报道 这么遇见 他的 President的立法